现在跟大家介绍一种植物,是莲藕 它生食熟食都很有营养价值 它含有淀粉质,多种维他命,蛋白质 还有鱼,铁,钢,这些矿物质 它营养很丰富,特别是一个去与生生的物品 它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 生的藕就比较大寒一些,但是它可以清鱼粮血 可以止喝生津,又令到我们开胃 妇女产后多数都说不要吃生冷东西 但是只有生的莲藕是可以吃的 因为生的莲藕它怎样呢? 能够去鱼,特别对于产妇去鱼血是有帮助 而熟的莲藕它属于温和一点的性质 就有滋养胃的功效 而因为它本身含有很丰富的丹磷酸 有收缩这个血管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止血 试试用来治疗的套血或者咳出血 或者是蛤出血 或者是流鼻血便血 这样子宫出血 这样的出血症状 另一方面它还有散血通鱼的作用 在食用方面 莲藕我们可以用来煲汤 很多人喜欢用莲藕,猪腱,章鱼 来煲汤,加些红棗 这个汤是很补的 但是可能会比较粗 所以有时候会加一点绿豆 去和它 莲藕煲这些是很补血的 我说过熟的藕就会补血 生的藕就会止血 那在什么情况下怎么用呢 如果是流鼻血的话 我们就把莲藕洗干净 我们去皮 然后就拿莲藕汁 一杯 这个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因为就这样生喝 我们拿完这杯莲藕汁 就立即喝,不要过久 喝了血 如果不止的时候 我们就再喝 它很快就会见效 可以减少流量 或者完全止血 如果是吐血 或者是咳出血 那就要用它来切碎 加些红糖来煲水 饮用 或者用干的莲藕 一两 桑叶五千 白毛斤五千 将它一起煲水 饮用 就可以止肚血和咳出的血 如果是医治 肺醋热的咳嗽 的话 可以将莲藕汁 用150克 大约250克 就是一杯 这个比一杯 加一两的蜜糖 拌均匀 来喝 还有一样想不到 莲藕生食 是可以避免我们中暑 因为香港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说 大暑小暑又不是困难 在这个情形 如何使我们避免中暑 那么容易呢 就是将莲藕洗干净 切片 或者将它切丝 加一点白糖 拌均匀 就这样生食 其实这个方法 在糖代 已经开始有这样吃法 因为我们看到 在《杜浦》的诗里面 他说的 有句话 公子调冰水 加仁雪牛丝 有这两句 在这个年代 都已经开始 懂得生食莲藕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那些产妇 过后还是很多 的分泌 不干净的话 他提议是如何 用核桃 三切 莲藕半斤 切碎 然后就加点水 煲汤 加点食盐 喝汤 吃渣 就会 止止了 这些 惡露 如果你说 哎呀 莲藕汁的味道 不太好喝 那我介绍大家 一个方法 令到你觉得 也不错 就是如何呢 将莲藕 10盐 雪梨 两个 那个莲藕 因为中间有很多 洞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洗得很干净 的 而且呢 我们是生饮的 一定要是 洗干净之后 再用一些 少少的粉水 沖沖 那些 然后呢 就批皮了 皮要刨得很干净 雪梨呢 我们是洗干净 去锅 去锅 去皮 然后呢 将所有这些 用渣机的渣汁机 拿出一些汁 因为雪梨很清凉的嘛 喝起来 你会觉得 好喝很多 那样的饮法呢 中医陈全人呢 他曾经提过 他说 这个的 加雪梨 是专治这个 腸热的 特别是 有痰的时候 就是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食疗的 饮品 来的了 还有我们 有时在超级市场 看到一些 叫藕粉 其实呢 它是将些 莲藕 切碎 加水磨成粉 之后呢 就不放些汁 然后晒干它 那这些呢 就是 变成一片片之后的 粉状 这些就是 一种叫藕粉 那我们 小时候的 妈妈都给我们喝过 不过 我就不太喜欢 潔潔 我觉得不太好喝 但是呢 它有个很好的 补血的效果的 病人食用 就是最适合的了 我小时候 身体真的一样 所以 妈妈时时都逼我 喝这些 用水冲 这些 藕粉 来饮用的 莲藕 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蔬菜 来的 不止可以 煲汤 做菜 做小碟 做甜品 可以生食熟食 还有很高很高的 食疗价值 那 特别是 食素的朋友 用来 把它煲汤 好好的补血 所以 不妨吃多些 所以不妨吃多些